Hello 这里是带大家谈所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电影 是异形超进化的异形魔怪3 据上一集 消灭家伯怪虫的进化体尖教授后 已经安全的过去了11年 不少人躲着了镇上的这个传奇 都想借此发大财 一个导游就凭借这个名头 带人们四处游玩 然后和自己的同伙 合谋制造异形出没的景象 骗游客到岩石上躲避 然后趁机推销自己的饮料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异形真的来了 还吃掉了他的同伙 小镇上再次响起了久违的异形警报 胡子哥正准备打开杀戒 干掉这些入侵的怪物时 政府官员命令他们只能活捉 因为这些远古的生物 非常具有研究保护价值 坚决不能猎杀 必要的话还会将镇民们赶出小镇 这着实气坏了镇上所有人 胡子哥为了不被迫搬家 只能答应他们去抓异形 同时一个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蛋壳 里面的蛋黄还是新鲜的 这个蛋壳却有300岁了 新的家伯怪虫 应该是沉睡了300年之后 在最近破壳而出的 胡子哥和导游在抓异形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老朋友身上的BB机响起 异形寻射而来 吓得他立刻把BB机扔到了胡子哥脚底下 真的是个猪队友 胡子哥就这样被异形吞进了肚子 不过他并没有死 谁叫咱带着主角光环呢 在导游的帮助下 异形撞上水泥板死了 锯开异形的身体后 胡子哥非常恶心地从里面爬了出来 这酸爽 搁着屏幕我都能闻到味 不到一天的时间 政府官员就在勘察中 全部被净化的尖教授咬死 现在已经有七只异形等待他们去铲除了 但他们追踪到异形所在点时 却只发现了他们退下来的壳 原来尖教授已经净化成了更高级的形态 给屁股点火就能飞 同样是通过热能感应 捕杀猎物 我们就叫他屁股开花兽吧 不过和尖教授不一样的是 他们吃饱了会陷入昏睡 而不是自我繁殖 这是其中一个屁股开花兽 跑进镇上的杂货店 大吃一通后的结果 胡子哥在不知道这点的情况下 把自己家给炸了 真是人间惨剧 净化完成的屁股开花兽 一直在天空盘旋寻找猎物 胡子哥和导游想了一个办法 制作燃烧箭射他们 让他们作爆炸 这招果然奏效 在众人的合力下 屁股开花兽只剩下一个了 而且正在朝他们逐步逼近 可怜的胡子哥被勾在弹簧床上 动弹不得 家伯怪虫也寻声而来 现在他们腹背受敌 导游却灵机一动 将家伯怪虫引到了 屁股开花兽的下面 让他们自相残杀 没想到 家伯怪虫真的钻出地面 一口将它吞掉了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小镇人民将那只 跑进杂货店的 屁股开花兽关了起来 准备卖掉它发一笔横财 真是不得不佩服 编剧的脑洞 屁股着火起飞 都能想得出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打怪兽 欢迎大家在评内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了